我的七彩虹4080响卡黑屏了 响卡风扇狂转不止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这个问题是偶发的 这9个月来一共出现过7、8次 关键是问题不可复现 这个很讨厌 没想到万元级别的响卡 也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也到网上搜过 类似的问题很多 大多集中在407响卡 307也有 主要怀疑是响卡供电问题 我也问了七彩虹京东售后 七彩虹官方售后 七彩虹北京维修中心 海运电源售后 经过多方售后会诊 给出的结论并不相同 懂的同学也给说说 首先是七彩虹官方 他怀疑你用的750瓦电源功率不够 4080显卡官方要求850瓦以上电源 但是我做过几次压力测试 Time Spy 20圈是没问题的 而且分数还很高 另外我也实测过 整机功耗电源端最高也就550瓦 我都没看到过600瓦 最关键是 我打开电脑 只听歌写文稿 这种低负载都会黑屏 大概遇到过两三次 我觉得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但是也有可能 当我一边打字 一边听歌的时候 我这个12700不带K的CPU加上4080显卡 顺时功耗超过了750瓦 这个现象可能吗 你们信吗 好下一个 七彩虹北京售后 他怀疑是你那个电源有两条GPU的输出线 应该是三条 因为4080显卡有三个8频接口 应该有三条线 我的电源是海运的GX750金牌全模组 它有两条GPU供电线 每条线有两个8频接口 海运电源的售后跟我说 他们家的这个电源 每条GPU线可以输出240瓦 加在一起就是480瓦 应该是问题不大 特别是低功耗的时候 你们认为这种连接方式有问题吗 好下一个 七彩虹京东售后 他怀疑是我这个机箱太小了 响卡附送的这个电源转接线 那个弯太急太小造成的 我这个电脑确实是小机箱 机箱的宽度是21.7厘米 我实际测量 4080显卡上面那个电源接口 距离机箱侧板之间有4厘米的空间 响卡售后认为 接响卡的那个16帧的接口 上面输出的那一段应该是直的 要拐一个大弯 因为我这个机箱太小 拐的这弯有点急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这样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低附带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这个弯曲导致的接触不良 或者不稳定 而导致供电不足而黑屏 另外还有很多负面新闻说 RTX4090烧了 也和NV官方提供的这条转接线有关 因为上面贴了一个NV的标 经过以上分析 现在问题主要集中在机箱体积太小 电源功率也有点小 伺候不了这个高贵的硬件规格 那么我五年前为什么要选要买这个小机箱呢 那个时候的我天真的认为现在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脑性能会越来越强 但是体积会越来越小 发热量会越来越低 而且电脑会越来越静音 越来越省电 所以我买个小的静音的省电的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太天真了 认知不足 认知不足 现在来看那些小的电脑 安静的电脑 办公 打字 上网 听歌都没问题 但是玩游戏那就不一样了 天壤之别 就算是游戏笔记本 也得是那种傻大黑粗的游戏体验才好 画面才好 帧率才足 你们看看 现在哪个没风扇的轻薄本 可以打3SK高画质游戏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玩到画面好的游戏呢 首先分辨率越高越好 画质特效拉得越满越好 帧率越高越好 越稳 这就需要高性能的CPU和响卡 特别是响卡 这样的电脑在玩的时候 它消耗的电就会很多 就需要一个大电源 这时候也会产生大量的热 而且是持续产生大量的热 如果温度过热 响卡会降频 游戏会掉帧率 为了不让响卡降频 机箱散热就得做得好 那么机箱体积就得大 装的风扇就得多 风扇转的就得快 噪音自然就会大 这套逻辑没毛病吗 我这边看来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凑合用 因为它一年只有这么几次 另外显卡保三年也不着急 或者我就咬咬牙 换一个大个的机箱 然后再配一个1000瓦的ATX3.0的电源 这俩估计都得2000块钱了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主板也换一下 内存升到DDR5 哎呀五六千又进去了 现在想想PS5还是挺牛的 成本控制的那么低 体积还那么小 而且还可以比较安静的玩4K游戏 虽然不是真4K吧 虽然PS5它不是顶级的 但是它是平衡的 适合大众的 你们觉得呢 是啊 嗯 像кая图